大學博覽會今天上午在北高兩地同步登場 參展的學校搶收優秀學生各出其招 除了國內大專院校以外 連海外的香港、澳門和新加坡都有學校來台參展 甚至有學校大手筆祭出多達237萬元的高額獎學金 希望能夠吸引優秀的台灣學生 一踏進大學博覽會 學生有如在走星光大道 台灣各大專院校派出大批人 出動人偶和一堆贈品搶學生 除了台灣學校 香港、澳門也有大學來台招生 看準的就是台灣學生的軟實力 其實台灣的學生他們首先他們語言很好 可能他們又是不一定在英語方面 但是他們華語講得很好 另一方面他們可能我們也著眼於他們那個世界觀 我們希望學生特質就是比較 就是algoing 然後對人也比較主動 然後也需要學生特別有禮貌 所以說我覺得台灣也有這方面的特質 香港科技大學寄出台幣237萬的獎學金 要招攬數理資優學生 有學測70級分以上的考生到現場面試 也有學校與就業率 吸引想當老師的台灣學生就讀 我們從這個學校有畢業生以來 到現在師範的畢業生都是維持在 95%以上的這個就業率 港澳學校卯足全力各出其招 希望吸引台灣學生就讀 有學生心動 也有學生想留在台灣繼續升學 台灣的學校可能就是國外的學生可能比較少 所以就是這樣導致學生可能在進入大學後 英文能力就變差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培養英文能力也是一個 我想要在未來在香港科技大學的目標 選擇大學也是在選擇未來的人生方向 多做比較考量自身的興趣才能選出最適合自己的學校 雨天TV 尹德玉 李宗憲 台北報導 採訪 谢谢大家